供桌上滿滿的供品 有油飯 蛋糕 還有信徒許願求子成功 回來還願 白色百合代表求子 粉紫色百合象徵求女 農曆3月23號 祝生娘娘聖誕 信徒前來慈雲市 幫祝生娘娘祝壽 祝生娘娘是 在我們慈雲市共奉 是很久 幾十年的 她說非常年夜 普通時候都 也是很多人來拜 也不求孩子了 不管是男生女生 現在他們都 農曆市祝生娘娘店 兩旁石柱上 有仆主保佑 据說孩子會聽話乖巧 因此不少信徒 都會前來參拜 祝生娘娘非常年夜 她不只是保佑人家 有生小孩子 是生下來 在古代的傳說 保佑到小孩子十六歲 所以很多旁邊 就是保母神像 保佑這些孩子 雖然剩下來是 保佑她健康長大 受到疫情影響 今年慈雲市的信徒大會 暫停舉行 而原本獎助學金 和獎學金的頒發 依舊照常發放 不少家長替的孩子 前來領取 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樣方式是很好的 對大家來講都很平安 最主要平安 那以後如果這個疫情慢慢穩定 其實慢慢公開 我覺得也很好 不過代表家裡的這邊的代表 還是感謝廟方有這麼貼心的一個措施 民間習俗 祝生娘娘能夠帶來好運 信徒全神拜拜 相信神明一定會保佑 記者 黃燒民 基隆報導